案例 如果你們聽懂 你們這輩子投資 可以永利於不白之地 如何讓我的投資是賺不配的 很多人來問我項目 老師我這個項目能不能投啊 我說你說一下 項目投多少錢 500萬 我給你講這個項目 我不用講 想投500萬你有多少錢 我大概300多萬 那200多萬怎麼弄 借啊 借高利貸啊 我說萬贏虧了呢 老師百分之百賺錢 你充滿講一下項目 我說這個項目不要投了 這個項目哪有百分之百的事啊 如果你虧了 你不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嗎 你們能聽懂我的思維 老師我現在手上兩個項目 你說一下2500萬 投了以後 有可能能夠賺5000萬 甚至我能變成億萬富 這個項目700萬 可能也能賺個幾百萬回來 我說你有多少錢 我就八九百萬 投哪個 還用講嗎 肯定投第二個嘛 虧了無所謂嘛 你還有一兩百萬 你還可以動三代自己嘛 如果投第一個虧了 你怎麼一夜回到解放前啊 還說什麼說 創業的時候膽子要大 投資的時候膽子要小 越有錢 越要如履不兵 周老師做任何事之前 先問自己 我投這個錢出席 我會不會影響我的生活 如果不會 閉著眼睛 而且投了以後 連看都不看 而且還有 我投這個可不是為了賺差價 寫上投資 投資可以賺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叫做資本利得 另外一個東西叫做現金流 資本利得就是差價 現金流就是被動輸入 普通人只為資本利得而投資 我買這個房子賺多少錢 能不能可能漲價 很多人買房子是不是怎麼買 你告訴我 我今天上午講 我那個大客戶買房是怎麼買的 投資回報率多少 租金能多少錢 每個月給我貸多少錢 費多數多 謝謝 那你們能不能聽到我在說什麼 這位各位 普通人為資本利得而投資 而高手為什麼投資 為什麼高手只為現金流而投資 因為現金流可以預算 資本利得沒有人可以算得出來 那個簡直就是賭博 仔細聽 寫上 投資也是賭博 你們知道投資跟賭博 有什麼區別嗎 朋友們 一樣的 不一樣的 投資就是你 你那個馬推出去 你不知道到底會贏還是會輸 你不知道你只能交給勇氣 你說它完以後 你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他在講什麼聽懂 但是你知道嗎 在那些投資家眼睛裡面 他這個錢投出去 他已經早都把結果算完了 給你們講個真實的故事 大概在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做房地產 你們都知道 受美國次貸危機 深圳的房間也跌了很多 那個時候我記得南山 深圳南山有一套非常好的好在 叫半島城邦 那裡的房子大概兩三百萬買過來 那當時也跌到一百多萬 業主我真的是見到 含著淚咬著牙切著吃賣房子的 因為虧錢 隔肉 08年跌到什麼程度 08年很多人沒有錢斷供了 你知道嗎 08年在深圳買房 開發商全是零首付的房 二所房更狠 二所房的條幅是這麼大的 房子免費送給你 月供你帶走就行 就是你只要幫我月供 房子直接免費過戶給你 一分錢不收 因為我房子買過來五百萬 今天房子已經跌到兩百萬 我還欠三百萬的月供 你們能聽到我在說什麼的請舉手 我不要了 反正我供不起了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客戶 一個非常有錢的一個女的 她在我手上買了十七套 南山半島整方的房子 辦手續以後我就問她 我說你看白小姐 你這現在房價跌 你買的是不虧了嗎 就切完戶了 用心付完了 咱就跟她問她知道吧 她誰說的 房價跌了我不賣就不叫虧 所以總有一天會漲上來的 09年來了 你們都知道 如果做地產的09年 09年深圳的房價翻兩倍一年 08年一個小微調 09年刷 在我手上買南山半島城邦那個 原價五百萬 她買回來兩百萬 09年直接漲到八百萬 十七套房子 她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10年淨賺將近六千多萬 我驚呆了 我在想這個是高手 這個是高手 這個是高手 太厲害了 她來了 她來了 她帶她腳步走來了 這個是高手啊 太厲害了 我是想太厲害了 我就開始指一點 我就開始跟我的客戶學習 你就知道周老師 一個學習能力有多強的人 我跟我客戶學習 我就每天跟著他 我說白小姐你看你正 你要看什麼房 我幫你 不收你一分錢佣金 你就教我怎麼投資就行 她就開始跟我講 你知道買房子的人 為什麼會虧錢嗎 我說為什麼 買房子的人 如果他不是個企業家 他是拿自己的存款去買房 而且他還要承擔月供的壓力 一旦市場下跌 他的工作沒了 月供斷了 他就沒有現金流了 他必虧 他挺不住 他明知道未來房子 有可能漲了 他也挺不住 我給你看 你說深圳的房價會跌 我問你 08年金融危機 那個 美國的房價跌成什麼樣 現在美國房價 遠超08年最高水平 97年香港金融風暴 香港房價跌到什麼程度 現在香港房價遠超最高水平 香港房價已經變成全球最貴了 這是實話 這是事實 長期來看房價會跌 但是還是會漲 為什麼 因為人口越來越多了 地球就這麼大 地球就這麼大 你們能不能聽到我在說什麼 而且我買房子 我壓根就不為 差價而投資 我為現金流而投資 我房子租出去 我租金回報率都夠了 它跌不跌 跟我有個毛關係 我靠 我真的學會了 我那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投資房子最專業的 一定不是那些口口俱到 裝了自己很專業的投資顧問 而是那些真正真正的投資客 他們才是最專業的 給你建議的那個經紀人 他那麼多窮困潦倒 你聽他的 是還是不是嗎 他們不專業 誰最專業 客戶才是最專業的 包括那個就是那個黃總 就是買那個卓越設計中心那個黃總 我靠太厲害了 我真的就叫他黃總 不要叫我黃總 叫我黃老師 我到現在都沒有想通 他做老師的 但是哪裡來的八千萬 買一資金付款 也是因為他說 叫我黃老師的時候 我內心種下了一個種子 看來當老師是很賺錢力 我舉個例子啊 朋友們 我給你們講真話 我舉個例子啊 股票是會跌 是會漲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百萬 你借了二十萬去炒股 你一共投了一百二十萬 一旦股票虧你 心裡肯定手足不了 你就會著急 你就會割肉 你就會虧錢 如果股票會跌 但是我有一個億 我只拿一百萬去炒股 一百萬對我來說算個屁啊 他虧不虧 虧我就放了他 不看他 他終於他會漲 咱那我也在跑嗎 我怎麼會虧呢 我又不買ST的股票 折得不退市 他就總有機會 而且還有 我不用槓桿 我們炒股從來不用槓桿 因為用槓桿就可能爆倉 而且我們炒股 我們買理財 我們買保險 但是我覺得 我也買15黃金 但是我為什麼不買 我為什麼不炒黃金啊 我為什麼不炒外匯啊 因為你炒外匯 就算你設了止损 設了止盈 那個一個大陽線跌下來的時候 有可能瞬間爆倉啊 是瞬間沒了 咱買股票不管再怎麼爛 咱還有股票在手啊 只要你不加槓桿 但是你炒外匯是一夜之間是沒了 這樣的話能不能聽懂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虧了你不賣 就不叫困 但是前提是你得有穩定的什麼 現金流 好高你們了啊 到檢驗你們財商的時候了 有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呢 投資的失敗率是99% 要不要投 你看所有人都要投了 不投 你怎麼就不問一下 他投資的失敗率是99% 那失敗一次得虧多少錢 賺一次能賺多少錢呢 接下來我要顛覆你們的三個 謝謝 Naranato 我當然不會輸了 謝謝